杨子一路披荆斩棘,走出了属于自己的风景 2023年可谓是杨子的分收年 大爆剧女王杨子的时尚表现力也越来越好 一年的杂志分面有十几分 最近又同时登上了时尚先生的正副刊双卡刊碧年分面 妥妥的时尚宠儿 我们的美好生活里面的常驻女嘉宾 在巴黎时装周大放异彩之后 无份衔接大剧国色芳华中大女主 并且这部剧已经开始置井了 杨子的资源一直在海量增长 无论是时尚,影视 还是综艺,从被人截糊到流量女王 这中间杨子也付出了很多的努力 杨子的演技毋庸置疑 甚至能从她的表演里看出剧情走向 不需要旁白,只看她的动作神态 点波流转我就能感受到当下人物的心情 我们的美好生活中 杨子给谢娜示范宣传片中戏份的时候 就已经看出了她能瞬间进入戏中 流露真精实感即便只是一个临时的宣传片 她在这方面的有着极高的天赋 据悉杨子的代播剧友要久久爱陈欢记 掠毒,长相思第二季以及即将进组的国色芳华 每一步都让粉丝巧手以盼 杨子作为一个没有背景的女孩 在娱乐圈单打独斗经历了几次前往黑 没放弃自己,靠自己的努力走到了今天 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实力派青年女演员 也是首位跟上一线难堪的九龄花女演员 一线女堪我们拭目以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